大半夜路口出现白衣长发 还装上大大舌头 扮成黑白无常的男子 对面是他的同伴 打开手机直播 准备要吓人 怪异的行径 惊吓到路人 气得报警 张姓和曹姓直播主 为了冲直播流量 农历七月凌晨两点多 跑到园林广宁前的马路边 其中一人扮鬼 一人负责直播记录 自以为有趣好玩 但民众痛批 没水准 万一下死人怎么办 事后警方一设违法 将他们送办 地院法官也认为 他们的行为 让不知情的人受到惊吓 有危害安全之余 依法判处两人各八千元罚还 想吸引网友注意蹭高流量 两人装鬼吓人 恶作剧当有趣 不但引起民众反感 还被开罚得不偿失 东西新闻 陈永义李向敏 在彰化 彩锋报道